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罗戎桓同志 于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 向罗戎桓同志的遗体告别 并慰问罗戎桓同志的家属 罗戎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把毕生经历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党和国家领导人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以及首都军民六万多人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吊咽罗戎桓同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 首都各界及解放军官兵一万多人 隆重恭继罗戎桓同志 恭继仪式由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继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同志知道此说 中共中央号召人民继承和发扬罗戎桓同志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 罗戎桓同志 罗戎桓同志永垂不朽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